有历史学家说,朝鲜战争救了国民党,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 早在1949年,胡适在给父子年夫妇的信中,又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进西安事变 1936年,张学良扣押讲解时,说是为了要抗日,胡适却说,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破坏统一,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,是妨碍国家民族的进步 最奇怪的是,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同情张学良 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,并是无知无始 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,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,他们才可以回水摸鱼 感谢观看